最慈悲的佛法教室 请在生命电视台 最慈悲的佛法教室 请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访时心灵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第一次我们互相见面的举手 哇 请放下 好 非常好 也很感动 请跟我合掌 南无大悸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归佛 愿法菩提心 消除自私贪心 归法 愿相信因果 体正空性 消除愚痴邪见 归身 愿修忍辱 圆满慈悲 消除称惠心 当愿众生 威依三宝 离苦得乐 精进修行 同臣佛道 善师如母众 善师如宗 男人 无量苦 男人 无量苦 忆念 苍生情 世事永不离 欧玛尼 便美 欧玛尼 欧玛尼 在东京大学里面 能够把观音菩萨的慈悲心 像甘露一样的 留在这个地方 特别 特别这里面 有很多的精进的学生 海外的学生 愿意来这边追求 生命的圆满 读书 工作 所以 我们能够 慈悲 那是最快乐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力量有限 但是佛菩萨的力量无限 所以 虽然我们不是太阳 但是我们 透过我们的一点点的 善心 悲心 可以把佛菩萨的光 透过这个 小小的镜子的折射 融入 在这些奴隶的 学生上面 特别东京 跟我们北京一样 跟世界各地的都市一样 都是这么多 愿意追求 生命圆满 的人一直向往的地方 刚刚我们先去 前朝观音寺 看到这么多这么多的 年轻人 外国人 而且更看到我们很多 都会讲话语的人 所以来自四面八方 大家一起 都对观音菩萨有信心 去祈求 甚至我也在那边排队 排了终于排到了 抽签 但是 我认为抽签很准 那是因为你相信吧 佛菩萨永远不会舍弃我们 而且 他会告诉我们 对你生命最好的方法 所以有这么多人 愿意 去祈求观音菩萨 就像做儿子的 叫妈妈的名字 妈妈快不快乐 快乐 所以 这个世界 不怕战争 不怕地震 不怕什么 就怕人类失去慈悲心 因为唯有慈悲 才可以弥补所有的对立 不圆满 也唯有慈悲心 那些受苦的 有情 才有离苦的机会 所以首先 刚才要感谢我们 我在里面听 我们讲话 非常庄严的 司仪先生 大家为他鼓掌 我们司仪先生 一看就知道 不是简单的人 但是我们佛教就需要各种 不是简单的人 来做大事 因为大乘佛教 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 或是解脱的 大乘佛教 要做一个菩萨 是要超过世间所有的皇帝 因为他要 你也叫普度众生 净化法界 所以各位要有这样子的 大乘 但是 当然如果 像刚才在前朝观音室 我也在那边思维 这么多人在抽签 在问的 大部分都是 个人小事 婚姻如何 事业如何 身体如何 所以 观音菩萨一定是慈悲的 虽然 当然他关怀所有众生 你的小事 对他来讲 当然也是大事 只是观音菩萨 最大的期望 是希望有人能够跟他一样 发起大心 去关怀所有人的事 不分种族 不分形象 因为我们一大早先到本院市 听说那边是 东京最大的渔市场 而且旁边放了很多 灵骨位 甚至写着所有交通灾难死亡的 所有战争死亡的 还有一个叫 和和墓 任何 任何死亡者 都愿他们得到 阿弥陀佛的加持 但是 当然我们念佛的人 在本院市 的修行 他强调的是 信心愿力 要相信阿弥陀佛 要愿往生 但是呢 可能还要再强调一点 因为我发觉在日本 这个信心 做得很好 但是阿弥陀经里面 特别写的 要往生者 不得少福得善根因缘 也就是说 真实要累积很多的善根 布施啊 慈戒啊 深入经账啊 等等 所以特别在 《观无量寿经》里面 写了 敬业三福 你要往生净土 那是我经常强调一句话 你想往生不要等未来 佛教讲的是 当下的心态比较重要 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死亡以后的世界 是你的心态 跟你的行为 就在创造一个快乐 净土 今天你买了一个包子 肚子好饿 看到一个贫穷的老人 或是一个牛腾的动物 你给他这个包子吃 请问你心里 有没有在极乐世界 慈悲最快乐 当下就是净土 今天你看到一个 可以恨的人 结果你干脆 拜完观音菩萨回来 你不想恨他 你还把他去拜观音菩萨 拿回来捷运品 跟他捷运 请问你有没有在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 所以快乐不要等到死亡以后 往生净土 也不是死亡以后的宗教 是如何 以极乐世界为蓝图 在建设当下的净土 当下的世界 以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为榜样 去对待你周围的人事物 如果你希望你的家 变极乐世界 那很简单 你只要相信你老公 是阿弥陀佛就好了 你对他好一点 所以我想就像我常讲 你想要做皇后吗 那你把你老公当国王 你不是个皇后了吗 所以我想 大乘佛教的重点 的快乐 是不离开众生而完成的 不离开帮助别人而完成的 千万不要有一个自私的观念 所以刚刚在前朝观音室 我也一直在思维一个主题 要经常去思维 如何用慈悲心 去度化那些刚强难度 自私执着的众生 这是观音菩萨的功课 也是我们学习 所谓大乘佛教人的功课 所以刚刚导游 慈悲了我们吃完饭 给我们几十分钟去跑 跑药店 那个药店卖药的都讲中文 你看我们中国人多有钱 但是大家都一包一包 我也一包一包的 但是我那时候就在想 如果佛法就像这个药店一样 提供了所有众生需要的药 而且有信心有效的药 大家抢 要免费的一样 所以就像前朝观音室 它这么样的方便 让世界所有的非佛教徒 光光最新潮 你看那些小姐漂亮 在里面小姐都变得漂亮 穿的和服也漂亮 让这些爱漂亮的 爱吃东西的 爱shopping的 都愿意去拜观音菩萨 这个很重要 不然的话 虽然佛法这么好 愿意接触的这么少 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我们学大乘佛教 我们讲的是行销传销 广告推广 这个才叫大乘佛教 的精神 但是动机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无所求 那个叫无畏师 所以观音菩萨教 不思无畏者 不怕苦 只要你快乐 接受你的痛苦 给你快乐 所以我常讲一句话 来 要救苦救难 先受苦受难 你要学习受苦 我想做妈妈的 最容易体悟这个道理 养小孩多苦啊 从生到养 而且母年一百岁 长幼八十 妈妈一百岁 都还在想着她生的儿子 她永远在苦的状态 这也是我这辈子出家 很好的祝愿 因为我结过婚 生过小孩 再来出家 特别我对我小孩子的爱 超过爱我自己 所以我那时候 过去的同修 在家的时候 他只要开车 载小孩出去 我就在家里一直念 不能车祸 因为我过去的同修 不会开车 但喜欢开车 还载着我的宝贝儿子 你看我心脏会不会跳出来 所以让我自己很苦 我才知道 我要做爸爸妈妈那种苦 没办法形容 没办法形容 所以我认为 一个人没有真正去爱过众生 你叫他修慈悲心 他不懂 因为那种心的苦 没办法形容 就像佛陀在经典说 当他离开他的家人 他的太太 他的独身子摸和罗的时候 佛陀这样形容说 他的心脏就像裂开一样的痛苦 但是他为了追求真理 以及告诉他所爱的人的真理 他必须去找出所有生命 离开痛苦的方法 因为他有这种苦 所以我认为 因为我们现场来参加 听课的大部分都是女性 为什么是女性 因为受的苦比我们多 所以我那时候要出家的时候 我想如果离开我太太 她还可以活 但是如果要叫我的儿子 离开我的过去的太太 她可能不能活 因为她没办法 这也是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她要来从兜率天 投胎要来视线做佛陀说 选择的妈妈 寿命只剩下七天 为什么 因为我看经典 佛陀说 如果她将来决定要出家了 她妈妈还活着 她妈妈会心脏裂掉 所以她必须选择这样子的妈妈 以生她的功德 让她先往生天上 套利天 等佛陀 将入涅槃 将圆寂了 又到套利天 为她的母亲说 地藏菩萨本愿情 让她虽然现在在天上享乐的母亲 了解因果轮回 世间不究竟 升天也不究竟 要发起成佛的 利益众生的菩提心 这样才能够找到 念一下 永恒的生命 不生不灭的生命 所以这个世间 是有生就有灭 所以痛苦 在一起的 没有不分开的 得到的金钱 永远带不走 所以有健康 必定生病 有生命 必定死亡 这个是佛陀 跟我们讲的真理 叫是非常计 各位一定要去 想清楚这个道理 不然的话 我们都会觉得 有一个永恒的爱情 在这个世间 请问有没有 所以我今天去本院 是他说 那边可以办婚礼 我说对了 跟阿弥陀佛结婚吧 他不会恨你 就像在天主教 那些修女 他是嫁给了上帝 他就永远不会离婚 不会有人亏欠他 所以我想 刚刚带着各位 念归一三宝 事实上是很重要 归一是把生命 圆满的生命 交给真理 交给佛 但是女孩子 宁可把自己的生命 交给一个男人 好危险的 所以 但是如果你交给了永恒的真理 永远不会舍弃我们的诸佛菩萨 那你心里好安定 所以昨天我们 在富士山下去 拜见了一位老比丘尼 二十岁就出家 现在六十五岁 我们这一群人还讨论 他有结婚吗 都不好意思问 因为看到日本和尚 好像都有结婚 后来问 他很明显的给我们讲 他二十岁 答应他的父母 要来保护那个寺庙 所以他没有结婚 现在六十五岁 而且看到他的时候 我也很感动 就像看到自己母亲一样 有那个感受 所以我就亲口跟他讲 我可能做过你儿子 他已经掉眼泪 我说我有这个感觉 我做过你儿子 不然我不会来到这边 看到你的脸 因为我从小有个特点 我爸妈叫我交女朋友 那人家问我说 以后你女朋友要长得什么样 我讲不出来 我说跟我妈长得一样就可以 因为我不会看女人 漂亮不漂亮 但是我觉得我妈最漂亮 特别她的眼睛迷失我了 所以因为这个是母亲 所以你生生世世看到你的母亲 你一定有感受 你一定有感受 所以会印在你心里面 当然这个我特别提这个是因为 因为我们讲慈悲心 今天的主题 我刚刚听四语先生讲 叫善用其心 那为什么要用我们的心 因为念一下 心决定命运 不是福 不是神 不是风水 不是八字 不是金钱 不是外表 是你的心 是你的心 还决定你的命运 如果你懂得 善用你的心 那你就得到快乐 如果你的心 迷失了 或是把心的快乐 依靠到别人身上 依靠到金钱 地位 身体健康 那你会痛苦 因为身体没有 不老 不病 不死 所以也可以讲说 佛法是一种心灵的教育 所以以后人家问你 请问你哪是个宗教 因为我经常在 在很多机场走来走去 他们就问我 你是哪一个宗教 第一个问的时候 你是不是少林式的 就这个问题 外国人就问少林式的 这样 我会这样回答 慈悲心是我的宗教 身体是我的道场 我必须用这个身体 我想各位到日本 应该学习日本那种礼貌 礼 非常好 然后 我想各位能够出国 我想现场大部分都是华人 然后 我们这次也有从台湾 马来西亚 很多地方 一起来 那 我们大部分的华人 对于佛教 很喜欢 而且是天生的 特别观音菩萨 但是 至于 就像特别来日本 刚刚就前朝观音师 导游先生跟我们说 那个观音菩萨就五公分而已了 看不见了 但是那边有一个总子字 观音菩萨的总子字 所以我就会想说 事实上我们是在拜那个心 你也讲 慈悲就是观音 如果我们能够慈悲 那你就找到你自己了 但是你不要生气 你不要嫉妒 因为如果你生气嫉妒 那你又痛苦了 所以 不管禅宗 净土宗 真言宗 各种宗派 我想透过各种的修行 它无非一个重点 你也讲来 调伏自心 对对对 你能够管理它 做心的主人 不要做心灵的奴隶 所以 有钱 真正有钱不是富有 懂得使用钱 那就对 不要做 钱的奴隶 那要做钱的主人 可以 不要做感情的奴隶 要做感情的主人 那你如何能够做感情金钱 那你能够善用其心 能够把你这颗心管好 让自己快乐 还是来自这个心态 一个你最爱的人 给你一杯白开水 好甜 一个你讨厌的人 给你一杯果汁 这里面有毒 不高兴 但是为什么观音菩萨 这么快乐 因为它没有分别 因为它生命的存在 是在慈悲 这个世间没有一个众生 不是在受苦 所以它可以去展现慈悲 所以它很快乐 无所求的 去展现慈悲 所以我今天在 东京大学 我刚刚在里面 就想了一件事情 日本的佛教 还要靠这一堆人 因为 各位 不管如何 我们比较喜欢看佛经 我们 不会被各宗各派 卡住了 在日本还不太自由的 大家可以随时听闻 各个法师 各个世界 各种经典 就讲超度就好了 刚刚我到本院市 我去那边看到这么多牌位 但是我感觉他们 从来没吃过东西 那些鬼 为什么因为 他没有 没有食食 给他们吃 所以 在日本 佛教发展得非常好 那是因为 就是表面 众民内在 也就是说 虽然发展得很好 很庄严 所以我们 汉人的法师 没办法跟日本的和尚比 他们一出来 各个像皇帝 所以日本的信徒 已经很习惯 有我们那些法师 出来像皇帝 唱歌 对不对 他很威严的 很威严的 那我们汉人的法师呢 修的是 虔卑 忍辱 不要太做怪 那他们出来不一样 我各个那个样子 那这个会引起人家一点点 所以我就想 如果我以后要投胎来日本 我还是会投胎回日本 老实说 我刚刚问过 我们大作的法师 今天现场 这一堆人 过去都是日本人 可能你是日本人 然后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投胎在华人的国家 然后你又回到你的家 你到这边觉得 很快乐 很自由 心里很贴切 跟我一样 因为我上辈子也是日本人 所以我家里是 一半讲日本话 我从小被日本话骂大了 因为我爸爸是日本留学人 他不太讲中文 他会讲日文 所以对我也有好处 我有华人的 很好的协同 但是我也有日本人的教育 很严格 我从小很严格 一百分还有一百分 还有一百分就是这样 要一起棒 要兵就 不然就 不然就 我都会背了 我家的 你只能一百再一百 不然你就是 我们家学习游泳 不是慢慢觉得 我爸爸就在家里 那个木板硬硬的 然后衣服脱汗 四个兄弟 先游知识 然后 然后这边胸口又痛 因为在木板上 然后到游泳池 跳 不跳 踹 那就会了 这叫日本 所以我家里好几个游泳冠军 因为就是逼出来的 但是虽然对我有一点影响 但是那时候感受不了我爸爸的爱 只感受到爸爸的严格 那我这样讲就是可以 也可以形容日本现在的情况 他们很严格 很爱面子 很不想麻烦任何人 但是他内心里面 却在这个外表的严格里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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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表 随便了 不用排队了 这样也不行 这样度不了日本人 所以 那我认为 什么叫学大乘佛教 所有众生 民族文化的优点 你都学过来 这一点是日本民族 让我们有一点钦佩的地方 我觉得中国开放 也有抓到这个优点 你跟中国做生意 最后东西一定变我们的 技术变我们的 价钱还是我们的 所以到过来 你还向我买才行 但是 所谓佛 他就圆满了所有众生的优点 却没有所有众生的缺点 却感受到所有众生的痛苦 更重要 却愿意去爱所有众生 所以我从我儿子身上 感受到爱 那种付出的爱 那时候就会感受到父母的伟大 所以我从爱情变成感恩 特别对我太太 老实说 我结过婚 一个女人跟男人 结过婚 生过小孩 那个爱情好像不见了 罗曼蒂克不见了 但是好在我这个人还有点感恩的心 但是我这么爱我的小孩 原来没有这个妈妈还不行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用另外一个角度 去爱我的太太 我发现 我用感恩的心 因为我的太太很孝顺我的爸爸妈妈 我很感动 因为我爸爸很严很严 我几乎不跟我爸爸讲话 看到他就怕 然后我过去的太太 跟我爸爸像麻吉兄弟一样 对他很好 所以我就很感谢我过去那个太太 哎呦你看他对我爸爸那么好 对我儿子这么好 所以我很感恩他 所以我就对他很好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般在做事业的男人 都会搞外语 结果我没有搞外语 因为我都跟他讲说 我已经生命的第二村 不用找第二个女人 因为我换一个角度去看我太太 因为他赐给我一个小孩 他孝顺我的父母 所以让我觉得很感动 所以我应该对他报恩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有外语 因为我觉得我对他感恩报恩 对他好 所以是很自然的现象 我们先要做供养 因为这边有佛像 后面这一尊有些人可能认识 可能不认识 叫做念一下莲花生大师 这也不是我的安排 我一看 莲师呢 很多人不认识 特别是日本人 每一个认识的 那这尊莲花生大师 他是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跟释迦牟尼佛 三合一的一个像 所以他是从莲花里面生出来的 所以叫莲花生大师 这也是密宗 这也是藏传佛教密宗的祖师 在我们汉人唐密 包括日本的密宗 是以大日如来为开创主 但是无论如何 那为什么要修密 那我想念阿弥陀佛也是密宗 为什么因为 如果你懂得念阿弥陀佛的含义 那就是要密宗 但是这必须透过教育 那最圆满的密 你阿弥陀佛最圆满的密宗是什么 是你把每个人都当作阿弥陀佛 你把每一个地方都当作净土 这是最高的密 所以而不是你自己 或是说那个阿弥陀佛 因为妙法莲花经在日本很流行 讲的是密宗最高的精髓 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那没有分别 那我们凡夫就是有分别 这个好那个不好 这个喜欢那个讨厌 所以念佛来都会生气 念到喜欢的很高兴 念到不喜欢的像吐血一样 那所谓密 那就是说你要绝对平等 把这个绝对平等成为你的戒律 所以叫什么 念一下三昧耶戒 日本真言中 我们这次去住在高原山几天 然后去学真言中 所以他们就问我 海大法师你是真言中吗 我说我搞不清楚 但是别人好的我们都要吸收 都要吸收 所谓真言中三昧耶戒 是把刚刚讲的 你把众生都当作阿弥陀佛 这个事情当作戒律 了解吗 就像我们华人把孝顺当作戒律 这是应该的 就像先生太太之间 把不邪淫当作戒律 不然这个家庭就毁灭了 然后呢 所谓真言中就是要这样 把众生都是母亲 众生都可以成为阿弥陀佛 你不能舍弃他 你不能恨他 你一定要爱他当作戒律 这个叫三昧耶戒 我想各位应该要有这个 誓愿 所以我们一开始 大家跟我念 来 一者礼敬诸佛 观想诸佛菩萨降临东京大学 所以普照众生 二者称赞如来 佛菩萨装不装严 装严 法会装不装严 装严啊 他们不知花 要这样去称赞 学佛一定要学习称赞别人 老公帅不帅 老婆美不美 你没学这个 你没学佛了 每天拜佛去骂你老公 错了错了 所谓真言中或是念佛 你念阿弥陀佛 任何一只老鼠跑过来 哎呀 阿弥陀佛来了 这才叫一心念佛 对你来讲没有分别 了解吗 所以我出家我师父说 你每天对佛那么好 外面公园那些流浪汉对他们好一点 那才叫佛了 所以这次我去高野上有这句话来 草木国土 皆可成佛 一花一草一木 这是我们要学日本的 日本的对于这个环保 地水火风那个湖水 尊不尊敬 非常尊敬 非常尊敬 所以路上没有垃圾 每一棵树好像都没什么灰尘 花开着这么漂亮 湖水 水可以拿来喝 这一点是我们学佛应该有 日本的庭园漂不漂亮 漂亮 漂亮 小小也漂亮 这一点是我们要学的 这也是我认为日本人蛮骄傲的地方 这一点 所以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 草木国土 都可以连一棵草都可以成佛的 要这样 来 称赞如来 所以我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花漂不漂亮 刚刚午餐好不好吃 不好要说好 要有日本人精神 不好要说好 因为你的心好 那个水就好 那个花就好 但是你要学习赞叹它 像我每天睡不一样的酒店 出来 离开的时候感谢床 感谢枕头 感谢门 再拿一张日币 感谢那些服务员 放一下巧克力 对不对 给他快乐 放一条链珠 让他念佛 因为我可能没见到他 但是你要感谢他 就像日本人 你出到门口 他们还跟你挨下去 对不对 还跟你 那种脸还笑得真相 以外如一 后来我就决定了 以后来出家 先丢到日本来训练一下 先做行李员 开始 在门口 有这个威仪 不然的话 有时候我在路上走 我觉得 像我们走过一批 我们出家人走前面 那些小学生 从对面走来 每一个都跟我们打招呼 对不对 因为他们老师 又叫他们跟我们打招呼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而已 但至少觉得 这一点我们要学 意思是说 你要去讲出对方的优点 称赞如来 任何一个事情 你都要对他好 所以如果你回去 跟你老婆说 你实在是很美 她马上年轻 二十岁 因为我的晚饭 吃起来就有味道 有加持 称赞如来 第三个 广修供养 广嘴巴讲不够 东西要拿出来 优优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供养 诸佛菩萨 但是我提醒各位 我们对待佛菩萨的一切的方法 是要拿来对待别人 跟对待世界 对待众生 千万不能说 我对佛很好 能骂后面人 所以那这样你就不平等 所以要先来供养 好 等一下各位请翻到 有没有这个小本的 有吗 没有了就麻烦两个看一本 首先我必须表达 我刚才一看 两点开始 然后到五点一定要结束 完蛋了 我不够用 下回改一下 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不然不够用 人家打针也要先擦酒精 再擦 我酒精擦完还没有扎针 各位跑掉 就还没有得到 而且各位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终于今天碰面了 又让各位溜走 还没有把各位头发剃掉 你就跑掉 所以意思是说 各位要断除各位的烦恼 请大家翻到第一页 食供养 我再念一遍 释迦牟尼佛说 你用一千亿美金 在这个世间做多少的善事 不如在佛前供一杯水的功德 为什么 佛菩萨是无上福田 所以各位一定要在家里摆一个佛堂 好不好 佛堂很简单 一本经就是可以算佛堂 有佛像 有个相片就算佛堂了 一个清静的地方 经常在前面供香 供水 虽然不能点灯怕火灾 那你就供一杯水也可以 只要你有供养一朵花也可以 甚至一朵不会凋谢的假花都好 重点是心态 所以各位我们在做供养 你要有这么大的功德 而且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虽然我刚刚讲了 你在佛前供一朵花的功德 超过一千亿美金的功德 那是念一下 为众生 慈悲做供养 那你这个功德没办法算 不是为自己 贪这个功德 而是有这么多的众生 一只鱼一只蚂蚁 他不懂得供养 你来替他供养 这种慈悲心才是最大的供养 所以那个时候 你的心就会很庄严 一个人一定要给别人一个味道 就是跟你讲话 你的心好清纯 好慈悲 他会被你感动 所以叫老和尚是宝 老和尚已经脸都皱啊皱啊 眼睛看不见 但是你跟一个修行的老和尚 讲话的时候 心里敢不敢动 很美 很庄严 因为是从内在做起 而不是外表 所以我们要理万如一 所以各位做供养的时候 是用心供养 而且真正的供养 是供到你心里面来 请问佛在哪里 你真会回答 心里面 但是为什么看不到你的佛性 每天骂人 shopping 谈恋爱 一心念佛是要把 你最美的那个展现出来 所以透过外在的供养 供养你的内心 好不好啊 那你内心美了 请问别人看到你快不快乐 那你就在供养众生嘛 就像你点灯一样 你把自己点亮了 对方能不能有那个亮光啊 他马上得到你亮的补照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 一定要念在心里 才可以展现在慈悲的行为 给别人的感受跟感动 所以我讲佛法没有深浅 是你给别人的感受 这个很重要 感受到你关怀他 你不会伤害他 他就可以超越 他不会怕你 一个鬼都不会怕你 我们 鬼当然不会怕我们 是我们怕鬼啊 但是你怕鬼 鬼就觉得很痛苦啊 了解吗 如果你进一个房间 里面有鬼 太好了 我要来慈悲了 那个鬼马上超度了 哪有人对我那么好 个个都怕我 怕得要死 你要对他好 那就没事 就像我昨天 我们睡一个房间 我们战姓是 叫我去对面看 一进去那个灯 就啪啪啪啪 战姓说 师父 这间你不要睡 这个有一点抗议 我说忘了 因为以后 现在哭哭哭 先撒干碎 先送一朵花 它就不会啪啪啪啪啪了 因为他在里面待好久 好 请大家拿起来 以这样的大供养 供养自己 供养诸佛菩萨 跟供养众生 十供养 然后也请十位菩萨 代替大家诸供养 好不好 每个人都供养 十根肘肘肘肘肘 跟我背一次 香花灯土果 茶食宝珠衣 茶食宝珠衣 食供养在你手上 这个手不要打麻将 好不好 那个手很重要 手可以打手印的 所以你要庄严你的一切 那我们现在来 齐请诸佛菩萨 慈悲降临 我为父母众生 所有友情 受苦者 做大供养 愿其离苦得乐 那一定要有这个悲心 来齐请佛菩萨 来供养 所以我们会一起念跟唱 而且在唱的时候 我们会敲法器 我还是要解释一遍 法器有意义的 像日本人喜欢敲鼓 特别去奥米亚家店 买一个日本的 哭哭哭哭哭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超度拿出来 我想到日本 而且敲鼓啊 鼓是皮做的 你敲鼓的时候 来 所有动物得到超度 所有人类消除贪心 发菩提心 这个叫 所以动物的皮超度 而且贪心 转为利达的菩提心 这个叫敲鼓 所以我再讲一次 你老公很喜欢吃牛肉 你一定要买一个鼓在家 帮他超度超度 再来敲影庆 来 断烦恼 发菩提 听到这个声音就拉回来了 然后 桥木鱼 海鲜水足 得以超度 所以我们每个华人家里 要摆一个木鱼 好不好 你丢我捡 你吃我超度 顺便超度自己的 桥木鱼 扣扣扣扣扣扣扣 那些鱼海鲜就超度了 它是一只鱼 所以这个鱼肚子被破开 为什么 这一只鱼是为了救一个孝顺的小孩 把它吞在肚子里面保护它 然后这一只鱼像自杀一样 被鱼船拉起来 哇肚子这么大 一定怀孕的 把它剖开 小孩子跳出来了 大家奇怪 正在奇怪 这个老儿上把这只鱼不能吃 这一只龙鱼 为了救这个小孩子 牺牲自己的生命 而且这小孩子还要鱼的肚子肉 去救他生病的妈妈 所以那个时候就不吃这只鱼 就永远把鱼放在我们寺庙 所以每一个寺庙 都有一只很大的龙鱼 肚子剖开的 那我们现在做成沐鱼 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举手 我好兴奋 你们终于知道了 不然呢 这什么意思 我哪里都不知道 这个哭哭哭的意思 鱼也代表鱼的眼睛 要保持觉醒 不要闭起来 闭起来你会被吃掉 敲这个沐鱼也代表什么 来 断除称慧心 发起大悲心 这一只鱼能够牺牲自己 救这个小孩子 而且敲这个鱼的时候 所有海鲜水族得以超度 所以沐鱼重不重要 重要 这是中国佛教 对世界最大的贡献 所以各位你听到了 你要跑去日本寺庙 跟住持讲一下 他也在敲 而且要一起慈悲 而且要不间断的慈悲 要不间断 所以要敲沐浴 韩国人敲沐浴又特别大声 但是这个传承 这个就是一个佛教的视线 还有敲云水板 注意听 两个脚 只要在寺庙里面 中午要用灾的时候 一定会敲 敲这个声音会怎么样 你讲 鸟群升天 饿鬼离苦 因为一个休息的人 要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门口的众生 没得吃 所以我们敲完以后 除了供养佛 就会拿一点点饭菜 这个是准备最庄严的 如果你去巴厘岛 有没有看过这个 有饭菜汤 弄一弄放在树下 放在路口 放在窗户底下 就是给那些孤魂野鬼 我们台湾人叫好兄弟 台湾人不讲鬼 叫好兄弟 那些好兄弟们吃 这代表慈悲 所以我们只要一吃东西 就要想到众生苦 我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不管你吃什么 吃面 吃饭 可能你吃肉 至少那个饭是素的 对不对 那条乌龙面是素的 你就拿七颗米饭 窗户打开 布施出去 或是亲自拿到外面的树下 没有太阳 因为太阳太大 他们怕晒太阳 他们都会躲在阴凉的树下 如果你再加一点点水 最好 因为日本有很多 你也叫水指地藏 因为很多死亡的小孩 被堕胎的小孩 他喜欢藏在阴凉的水沟里面 所以你要加一点水 加一点饭 也放在阴凉的树下 每天都要做 好不好 如果你做了一年 明年我来 你会说 师父 发财了 我说你才知道 慈悲 怎么可能不发财 你垫生意 怎么不好呢 怎么会身体 会有鬼来找你 冤心上 不会的 因为慈悲 所以各位再念一次 来 鸟群离苦 饿鬼升天 吃着甘露 他们就升天 鸟群 为什么两只脚 被人类吃掉的 鸡鸭鸟鸭鸭 超堵 所以佛教的法器 非常非常重要 还有什么法器 忠 念一下 来 念一下 破地狱 得升天 所以我们敲大钟 寺庙都有大钟 那你一敲的时候 地狱就打开 而且断除我们一种烦恼 执着 特别愚痴 可以震得空性 所以九阿山的钟 叫幽民钟 各位这些法器 不分在家出家 希望你家里有一套 好不好 那就开始 轻轻 对不对 老公要吃鱼 敲木鱼 儿子吃肉 敲骨 背下来 那你要帮助众生 用声音就可以帮助众生 因为这个是佛教授记的法器 它有它的力量 而且你要调得好听 人家喜欢 那日本人 我们中国人 更把那个骨做成一个手骨 对不对 日本人 拿摩妙法 莲华精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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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敲 你不是不慈悲 为什么敲牛肉皮 是要让这个牛 它死了 它都可以做功德 来超度它们 就这个意思 虽然你不喝牛奶 但是要用牛奶 供养佛 好不好 虽然你不喝牛奶 这个牛奶供养佛 供养完以后 最好把它倒在河里面 供养龙神 龙神最喜欢牛奶 会发财的 会发财的 所以佛教要怎么讲 来 先讲发财 再讲慈悲 观音菩萨交代的 要用世间的方法 善巧方便 度那个刚强难度 自私的众生 那要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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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对不起 我废话太多了 但是这个重不重要 重要啊 所以以后各位 等一下出到门口 我要抽背 手拿出来 背 香花灯土 我不能在这边背到天亮 我给你毕业证书 东京大学 这个比东京大学 博士还重要的 真理 所以你一合掌 就要背 再背一次 香花灯土 果 茶食 饱助 衣 有人从这边算 也可以 然后就合起来 这样做供养 这也代表 身口一死 种供养 背一次 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骂人 不说是非 不讲奇异 不谦贪令色 不称慧生气 不愚痴邪见 是供养 由事情的供养 而得到修行的供养 我想佛菩萨要我们从信仰者成为一个修行者 而且再来成为一个愿臣佛者 叫十波罗蜜供养 在背一次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方便 愿 利 智 十种波罗蜜 这一合掌 合掌的时候 这些手代表佛 这些手代表所有众生 一合起来代表你自己 念一下 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做食供养 行食善业 圆满食波罗蜜 普度众生 重不重要 所以手不能断 我们出家有规定 断了一根不能出家 因为你出家不庄严 不能出家 那如果你是出完家才断 那可以 古时候人家烧 烧 但是你出家前 就一定要庄严 所以各位 为了要出家 要考试的 比空服员还厉害的 因为如果你要行 大称佛教的出家 当然如果你个人的问题 但是你要成为 人格的模范 众生的典范 那是非常严格的 必须要如此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金鱼报恩 根据大陆新闻信息报报道 2004年3月8日 大约早上7点左右 浙江平阳县南济镇 马祖澳村 36岁的党支部书记杨智选 正划着小渔船到海里捕鱼 突然远处快速游过来了几条大鱼 啊 那是什么呢 它们游进了一些 杨智选才看清楚原来是鲸鱼 一共是五大两小 总共七只鲸鱼啊 天啊 好多鲸鱼啊 七只真难得看到这么多鲸鱼 就在杨智选欣赏着这七只鲸鱼的游滋时 突然其中领航的鲸鱼向暗潭冲过来了 啊 它们这是要做什么 几秒钟后 领航鲸鱼全身已经浮在了前海滩上 海水只能浸泡住它下半个身体 这时正是涨潮的时候 一个大浪打过来 领航鲸鱼又被海水淹没了 退回到了较深一些的水域 没想到领航鲸又卯足了劲 向前海滩冲了过来 这一次冲击 踏距海岸更近 被搁测在前海里了 进退不得 领航鲸鲸鲸鱼也前不后继地往前海滩冲 领航鲸鱼冲向海滩 海水只淹没它下半身 一件事情 一个道打过来 领航鲸鲸又裆了 领航鲸又向前一步 这次它彻底搁浅了 其余的六头鲸鱼也前不后继地冲了过来 六条鲸鱼一起搁浅在海滩上 他们这是想集体自杀 这七只鲸鱼在海滩上搁浅后 如果不能及时营救的话 那肯定会死的 为了营救这七只搁浅的鲸鱼 杨志玄立刻打求助电话 到了当地武警边防派出所 喂 武警边防派出所吗 在海边有七只鲸鱼搁浅了 情况很危急 请您们快点派人过来协助帮忙 不久 海边就聚集了二百多名公安武警 保护区工作人员及村民 依我看 大家就用大渔船椅子排开 横在鲸鱼面前 然后开启马达 让轰鸣的马达迫使他们退回深海 嗯 有道理 在杨志玄的建议下 四艘带渔船马达昏迷 椅子排开横在了鲸鱼面前 于是 鲸鱼们都退回到了较深的水域里 看来这个办法很有效 可是几分钟后 那头领航鲸鱼用力摆了摆尾巴 带着部下又向海岸线冲上来 啊 他们怎么又冲上来了呢 海水开始退潮了 如果他们再回不到深海 那就糟了 大家都过来集合 没有时间了 我们齐心协力 把他们推回海里 在这非常时刻 杨志玄只能选用最笨的办法了 他集合多人之力 硬是把这七条鲸鱼 推送到了大海 一 二 三 加油 一 二 三 加油 真累啊 啊 啊 终于成功了 事情到此就算圆满结束了 有一天 杨志玄正在大沙滩上 作业的时候 突然看见七条鲸鱼 从海水里浮了上来 这不是那次搁浅的 那七条鲸鱼吗 他们这是来为我表演的 过去就听说 鲸鱼的记性很好 这些鲸鱼 一定是前来感谢救命之恩的 鲸鱼确实是一种祭恩的动物 有一次 一个小孩在沙滩上玩手 不慎被海浪卷进了大海 正在这里游玩的一只小鲸鱼 立即驮服起小孩 把他送回到了岸边 人间果然处处有温情 即使是动物 也懂得知恩图报 这一点 我们人类